本來選舉罷免、創制覆決應該是民主政治完整包括這些 不過到目前為止整個台灣的政治上還是只有選舉 不過即使是選舉也是只有四年一次的選舉 其他時間人民跟政治好像也沒什麼關係 所以如果把整個民主完整的落實跟實現 其實台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因為在其他國家,像公投這些都還蠻普遍的 所以我們這邊要做還是在實驗階段 市長你今天用詞好像比較小心 怕被罰一百萬,本來那個是小朋友寫的,我覺得很老笑 我就把它貼在上面,所以這個貼了還是我負責 不過昨天講了,這個國家太缺乏猶豁感了,沒辦法 這個目前關於罷免的規見是不合理的 因為選舉可以宣傳,罷免不能宣傳就沒有道理 因為你沒有宣傳,沒有廣告 人家怎麼知道這個人有多差 當然有人是不用宣傳大家都知道他已經很差了 但是我想還是要合理性 所以我個人對罷免的規定我覺得不合理 所以應該修法